我们每天穿的衣服都是那么的光鲜与亮丽 但是衣服的生产制造过程却截然相反 其中应染行业是非常典型的高能耗高无染行业 仅仅染一件棉T恤就至少要消耗了20千克的淡水资源 相当于40瓶矿泉水的量才能染一件衣服 那有没有可以不用水就能染布的黑科技吗 有 这个黑科技就是二氧化碳超临界无水染色 它是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 转变成不同于固液器三态的第四种状态 超临界态 小知识物质可不仅仅只有固液器三态 超临界态下的二氧化碳非常神奇 它既可以像气体一样像固体内部扩散 又可以像液体一样溶解材料 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可以轻而易举的替代水去溶解染料 而且能获得比水更好的染色效果 传统水染色需要10个小时左右 还需要加入各类化学试剂去促进染色 而超临界染色仅仅只要3到4个小时 极大的节省了能耗和时间 最关键的是二氧化碳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在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今天 二氧化碳在水染布是最好的材料 其实这项技术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说它是黑科技呢 因为以前的超临界染色大多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小批量染可以 一旦大工业化生产就不行了 因为要想维持住二氧化碳的超临界状态 就需要高温和高压 这对设备的材料加工和染色工艺控制 有极高的要求 从学术研究到工业生产 中间还有非常远的路 但是在2021年 中国将超临界染色真正的实现了产业化 中国山东的技发集团 利用超临界无水染色 年产能可达1000吨 光淡水资源这一项 每年就能节省10万吨以上 而且这项技术 中国拥有完全独立且自主的知识产权 在国际上保持着零炮的地位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即便是看起来传统的应染行业 其中也充满了黑科技